男人给美女戴上定情项链 接着刚想打个波尔 可下一秒 美女竟然变成了木头人 王子吓懵懵 她质问这是啥情况 原来王子爱上农村少女阿美 两人打算私奔 没想到被王后发现 哈密无师在项链下诅咒 只要阿美戴上项链 就会变成木偶 而解除诅咒的办法只有两个 要么等到千年后咒语失晓 要么找到阿美的真爱 王子一听奇幻 我不就是她的真爱吗 于是想要沾下项链 这下给王子气得没一出撒起 于是她也下了诅咒 要让这个国家一直吓唬 话音刚落天空电闪为名 立马吓起了青盘大人 好家伙 这怕不是王子留着类 很快一千年就过去 莫阿美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 精致的绝世美颜 惹得男人们想如飞飞 都想入目三分 就在大家前往下一个展品时 一个男人偷偷留了下来 他竟然是当年的猥琐巫师 指定是千年王八的元气 原来他早就盯上了阿美 这才挑拨他和王后的关系 这一千年来 他每天都会跑来博物馆 想等到诅咒失效的那一天 好家阿美居为极人 他人算不如天遂 王子的转世阿强也上下了 超市上班的第一天 他就被安排到大聪明手下 负责展会的巡逻工作 这天大聪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货车在运送木头美人的途中 意外发生了车祸 两人迅速开车赶往现场 刚好看到了这一面 阿强一个飞身就跳了下去 他看着这个木头美人 心底冒出一股莫名的情绪 接着两人把他抬回车里 阿强贴心的为阿美擦干水子 却没看到他的眼睛竟然动了脚 就这阿美被带回了仓库 看着阿美的绝世门颜 阿强还是忍不住 他环顾四周 发现没有摄像头 于是凑上去亲了一下 嗯 味道还不错 接下来又解开了他脖子上的项链 男人忍不住剥了一下木头美人 接着沾下他的项链 没想到下一秒木头人竟然复活了 阿强转身一看 吓得直接贪婪 讹得个神啊 咋是他还以为产生了幻觉 可阿美却把他当成了王子 温柔地抚摸了他细腻的脸蛋 卧槽 热乎的 老天开眼了 竟然给他这个母胎单身口 送了这么惊艳的鱼 就这样千年前的诅咒破除了 接着阿强给阿美解释 现在是公元二十世纪 他不是什么千年前的王子 尽管他觉得他又当白马王子的前例 可是阿美说什么都不相信 于是阿强决定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别看他母胎单身二十多年 但辽妹技术可和八戒友的一拼 他带着妹子当街飙车 体验飞翔的感觉 又来到美食小吃街 品尝臭豆腐的酸爽 还拍了美美搭的照片 最后却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酒吧蹦地 天雷勾地活 阿强爱阿美 在酒精的作用下 两人的关系快速升队 当晚就通宵打起了托课 结束了二十多年的童子生 第二天一大早 阿强就爬起来给阿美做早餐 准备给阿美和自己补补 看到儿子突然变了个人事 敏锐的妈妈猜到他可能脱单 羞涩的阿强还有点不好意思 他暂时不想让妈妈知道这些事 而在另一边 阿美渐渐习惯了现代生活 他在浴缸里挽起了泡泡 接着来到镜子面前梳妆打扮 一不小心又拿起项链戴上 当阿强端着爱心早餐进来 他看到阿美又变回了木头人 对时心里拔凉拔凉 他有点摸不着头 到底是阿美变成了木头人 还是说之前的一切都是患者 他急忙给阿美做人工呼吸 这时听到动静的妈妈也过来 这个男人多变态 竟然把一个木头美人压在身上 更是死的是 还被老妈看见了 妈妈以为是阿强买了个娃 平日里发现一下生理虚强 可这大白天的 妈妈表示很失望 无奈之下 阿强只好把阿美又送回仓館 他无法忘记昨晚那美妙的出版 可现实却摆在这里 昨天的一切可能只是他的幻想 得知一切的大葱也安慰了他 说爱上木头人是没有结果的 接着他看上了阿美脖子上的相片 取下来后戴在自己的身上 活过来的阿美到处寻找阿强 中途还不忘尽情消费 这是巫师的手下也在搜捕阿美 他急忙躲到一旁的角落 然后趁机开车逃了出来 回到阿强家里 两人刚想玩豆地主 巫师就带人找上门了 阿强被指控盗走门 就这样被佛波勒带走了 巫师也重新给阿美戴上项链 又变回了木头人 这是大葱明前来保释 这才救出了阿强 展会如期举行 大葱明在台上主持 接着阿强直接飞到了舞台上 上演了王子救公主的戏 巫师也不干涉我上台决动 台下的观众还以为是特别节目 不断大声鼓掌叫好 两人不断抵拼击减 巫师不讲武地掏出小匕首 劫走阿美 接着要坐着热气球远走高飞 阿强急忙追上去抓住神 然后爬上了热气球 两人不断撕 阿美趁机拿出橡面 套在巫师母子里 这下巫师也变成了木头人 随后被阿强无情地扔了下去 就这木头人巫师成了新的展品 而阿美和阿强也过上了 没笑没骚的生存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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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强